《御兆的解釋》 純親王急切地從坑上跳下來 立即要去到王妃和剛剛出生的那個兒子那裡 她明白派人來請她之前 一切都已經準備妥當 接生婆婆已經做完必要的工作 她急匆匆地穿過院子 但是到了門前她忽然感到一陣修憐 就連自己也感到很奇怪 這個男孩是她的第一個孩子 她在門前停下來最後還是進去 在房間裡她發現自己的修憐感有增霧感 因為自從上次她看到這個房間之後 她已經變得非常陌生 好像是來自二國他鄉的某個人的房間 每一件事看起來都似乎不真實 甚至是坑上的王妃 這麼消瘦扭曲的臉都是陌生的 王妃轉過身來看著她的時候 動作是多麼慢 笑得是多麼無力 純親王遲疑了一下 然後點著腳尖走到王妃的坑前 她小心伸出手來 撫摸王妃的手 純親王的說話聽起來十分痛楚 又帶有極其炫耀的口氣 老天保佑 我們的運氣確實很好 王妃又說 的確我們很幸運 我非常高興可以為王妃奉獻一個男孩 純親王啪啪王妃的手 輕輕地撫平她的眉毛 我們的孩子應該是偉大而傑出的人物 她將會創立豐功偉業 因而她的名字會被人廣為尊重 她應該像她父親一樣會寫詩 而且她還會騎著快馬去狩獵 她將是名畫或者細詞品的收藏家 她將成為父親的驕傲、母親的光榮 但是最重要的是 她必須滿懷孝敬之心 決不會被父親和她的家族 帶來恥慾和痛苦 於是他們兩個互相交談了很久 預言而止的偉業 王妃的眼裡流露出驕傲 純親王的眼裡 除了驕傲之外還有希望 但是在她的希望和驕傲之中 還引力著對那間突然裂開的足心的記憶 以及對那場夢中火花的記憶 當火在紅紅燃燒的時候 雜亂的腳步聲將她驚醒 她才知道貴子已經出生了 對這些徵兆 純親王深感憂慮 但是因為她非常痛愛王妃 所以決不讓王妃知道這種憂慮 純親王沒有辦法靜靜地站在那裡 所以走來走去 而且還邊走邊說話 最後她坐下來 她剛剛坐下 接生婆就抱來一個斯坦裹著的笨絕大包卷 接生婆用雙手 將她捧在純親王的眼前 王爺 你的姿子在那裡 純親王俯手看著兒子 細細端長她的小臉蛋 孩子兩眼仍然閉著 只是微微地皺了皺眉頭 父親極想知道 此時此刻 兒子的腦子在想什麼 或者 人初生下來的時候 並不是那麼聰明 她將字子看久之後 這次探視就結束了 現在應該回到自己的房間了 以便派人去請各位占星家 占星家是個核子 以張核子這個名字 辞明於整個中原王朝 還要請各位先知者 人稱劉鐵嘴 因為她所預言的事 總是可以實現而得明 純親王極信任張劉二人 他們不怕說真話 孩子出生的消息 已經由信使 傳送給所有想知道的人了 現在忽曉張志 親友們很快會接種而來 表示祝賀 不過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 他們不可以進入皇妃的房間 也都見不到初生的皇子的模樣 但是 在祝賀的人到達之前 還有一段時間 純親王急忙派人 去請張核子和劉鐵嘴 以便盡快地了解這些徵兆的含意 張劉二人很快就來到 因為他們一直都在等著召見 但是 純親王自己呢 現在就幾乎害怕問及那個徵兆的含意了 也都害怕要他們解釋金頂房屋著火的夢 但是 這些東西是必須解釋的 於是 在純親王講述的時候 劉鐵嘴聽著 兩眼直釘著皇爺 張核子兩眼什麼都沒有看到 只用他的相意全神貫注地聆聽恩人的說話 劉鐵嘴從來不害怕說真話 聽了之後立即作出解釋 我見到剪落的一根竹心結成真菌狀的小塊 他在碗裡形成 然後破裂為很多小火粒下沉了 皇爺 皇爺 我擔心是個大空少 因為 大人你看 那一群藏物 並未完全成形 他被剪了下來 然後破裂開來 這位字子也是一樣 在立字之前 將會早誓 而且 沒有人說得出在什麼時刻 純親王的眉頭就起了 臉俠和前額上 又冒出了很多汗珠 但是 他仍然聽著 因為按流鐵嘴的方式 他還要細細地展述 即使是空少 也可以說出逢空化吉的道理 純親王問 那我在夢中 所見的火焰又是什麼笑頭 著火的房屋呢 皇爺 我認為 是指握魂 毀滅 災禍 和和痛苦 純親王的面上 露出擔憂的神色 押上的皺紋更加深了 但是 每一個空少 都有他好的含意 因為紅紅大火 也意味著這位字子 將會成為文明於世的奇才 還有財產豐富的資源 和遼闊的領地之意 自此 純親王的緊張情緒 才稍有緩和 劉鐵嘴講完之後 現在應該到張核子 講述他在天堂所了解的情況了 在張核子看來 他在天堂所了解的 不在於精兆本身 而是在於 自子的出生年月日和時辰 張核子問 自子是何時出生的 在神時 張核子點點頭 今天是苦日 小黃子既屬龍又屬虎 龍虎常鬥 世人皆知 大人 即是說 他的人生既無坦逃 亦無舒適安樂 感意味著 既有反對他的鬥爭 亦都有為之而進行的戰鬥 而且就連他自己的內心 亦都充滿矛盾 他的預言 似乎和剛才劉鐵嘴所說的 非常問合 這兩個人 對王爺說的說話 好像事先取得一致意見似 好一陣都沒有人說話 後來張核子站起來 摸索地走到王爺面前 他第一次感到有點猶豫不決 另外還有點害怕 但是他還是用手勢 比劃著請王爺靠過來 對著王爺的耳朵低聲說 這位子子可能會成為天子 即是中原王朝的皇帝 這就是你那場夢的含意 唇親王抬起頭來 大吃一驚 他氣喘喘地說 這樣的說話是大逆不道 因為已經有個年輕人在位 他就是我去世的兄長之子 縱然是當今的天子的叔叔 說到他的名字也是不合適的 那個名字就是童字 攝政皇太后慈禧那個未成年的兒子 張核子堅持說 這樣仍然是可能的 唇親王說 不可能 他們屬同一代人 自遠古以來 盛責皇位的人 應該是當今皇上的下一代 這個一直是中國歷代王朝的慣例 咸豐帝之子同志 純粹是個孩子 還在玩騎馬射箭之類的遊戲 他是一個強悍的少年 具有他母親那種不屈不撓的精神 他母親的小名叫做蘭兒 因為皇上的第一個妻子 沒有生龍子 所以選他為非 如果同志發生任何不測 那簡直是不可想像的 唇親王細細聲說 這是大逆不道的 張核子堅持說 我只是講出我所知道的 王爺 大家知道 只要各位不可提及名稱的皇上在位 這個謙公的人就沒有希望的了 唇親王說 如果皇上得知 或者他的母后 僅僅懷疑你所說的話 這樣你、我、以及我全家人 一定會在劊子手的大刀之下掉頭的 張核子回答說 王爺亦屬皇室 我必須再說一次 我說的那件事 是可能發生的 作為皇帝 統治這樣一個福原了福的國家 他肩負著重大的責任 而我的兒子 不會有這麼高的榮譽 凡是命中注定的事 一定會實現 你、我、以及所有的人 都不可以將他改變 我們必須籌劃 怎樣保護皇爺的自治 他可能成為 順親王麗星說 不要再說了 張核子慢吞吞地坐下 嘴裏面還在咬咬咬咬咬 然後抬起他無視力的雙眼 王爺 百日之內 任何生人 不可去看自治的面容 亦不可以到自治的房間裡 百日之內 他在世上的生命 是好不可靠的 隨時有被奪走的可能 需要一百日的時間 才可以肯定他的歸宿 在那些日子過去之前 任何所事 都可能截斷他小小的生命線 不過之後就沒有危險 除了來自某些人的危險之外 順親王驚訝地問 哪些人 是那些連自己都沒有認識到 會對自治產生邪惡影響的人 你卑微的仆人這樣說 是指龍人或者婦人 絕對不可以見自治 因為他們會引起衝突 這是首先必須避免 另外一點 自治不可以接觸紅色 那實在是個稀奇古怪的要求 因為在中國很多東西都是紅色的 實際上它是一種遍及中國的顏色 到處都有紅蠟燭 小孩出生的時候 染紅雞蛋作禮物送出 嬰兒總是穿著紅衣服 這種顏色是全國人都喜愛的 唯有黃族不把紅色用作主色 而是選用黃色作為黃族的標誌 順親王重複一次 我必須避免紅色 是啊 因為他出生的年、月、日 以及時辰 令到紅色和他有衝突 順親王仔細地推敲他的含意 穿紅色衣的人必須避開 又或者更換衣服 自治房間裡的氈壇 需要用另一種顏色 這個限制聽起來很簡單 在當時就一點都不簡單了 因為完全禁用紅色 很可能引起整個家務的混亂 而且還會破壞每個來賓的計劃 但是在諸如此類的問題上 張核子的說話就是法律 甚至對皇帝的兄弟也是這樣 如果他愛他的兒子的話 就勢必因言服從 皇爺 還有一件事 就是剃頭的事 皇爺知道這個風俗 新生兒從出生之日起滿月就要剃頭 這日對大多數男孩來說 是個可怕的日子 這個也是不吉利的日子 因為在滿月的時候 會發生很多不測之事 所以必須在整整兩個月之後 才可以被子子剃頭 直到這個時候 純親王才真正變得嚴肅起來 越來越明顯 他的這位子子是個多災多難的人 有奇怪的尖聲握握出來他的未來 還有奇異的規定駕馭他的生活 純親王真的有點害怕了 但是 就算是這樣 他仍然打算堅持 在自治人生第一個月的最後一日 舉行剃頭儀式 眾所周知 如果讓孩子不幸地 促著出生之前的頭髮生活 或者會釀成惡果 對此 純親王也有所聞 這種頭髮 是緊密聯繫小孩和未知世界的記號 鴨雲會因此 將小孩引入那個世界裡面 但是 張核子建議撇開這個古老的規矩 就好像他宣告了 星神已經改變了他的軌跡 一個皇朝的滅亡 整整兩個月之後 自治才可以剃頭 就連這一點 純親王都聽從了 因為那些人認為 張核子的神算是絕對不會錯的 由於有不祥的預感 純親王的心情很沉重 大家都可能想知道 小王子在搖嵐裡面 是不是騷動不安感到害怕 幸好這個孩子不可以遇見未來 他父親也沒有遇見未來 如果不是 在孩子遇到任何不幸之前 這位父親就想了結他的一生了 張核子還有另一個禁令 充分表明了這個自治未來的悲哀 王爺請聽著 自治不可以有狗、貓或者其他外蟲 因為狗要叫 會打擾自治周圍的寧靜 而貓就經常和惡魔結伴 是人人皆知的 於是從一開始 純親王的自治就不准和動物接觸 儘管動物是孩子們最早的朋友 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那些經常伴隨他的人 認為這樣就將他隔離起來 所以內心對他都十分同情和憐 這些情緒逐漸在他周圍造成影響 以至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他未來的命運 他們房門上掛著一面鏡子 作為一種加強的驅邪手段 以使邪惡的鬼怪不可以進來 據說鬼是不敢看自己的影像的 純親王心情沉重 等一會他還要去皇宮 因為他的兒子是王族的子孫 要祈求皇上給他的男孩賜名 或許可惜的傭物 他還不再建議 在某種程中 或許可惜的英語